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二组慧可对达摩祖师说 我心不安 求师傅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说 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 慧可大师说 弟子找不到心 达摩祖师说 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慧可大师听到这个当即 就是豁然大悟了 师傅这其中有什么残疾啊 你这小鸭子都慢用功的 挺乖的 师傅很喜欢用功的孩子 这个残疾在哪里 残疾就是在哪里 残疾就是心不是你安的 听得懂吗 你自己想用自己的心 去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呀 你说你帮我 他跟达摩祖师说 你帮我 你帮我这个叫 把我心帮你 你帮我安 这 残谋祖师问他 你心在哪里啊 我拿出来 我帮你安 他这句话的残疾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心 你心才会安 我把你的心拿出来 你没有心了 你当然就安了 明白了吗 不是就是找到 找到自己的本性 对了 你人间的 你自己的外心拿掉了 你就是第八意识没了 你当然直接就进入 你的第九意识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来你心拿出来 我给你安 他的意思 好 他说把心 心拿出来了 那我已经把你安好了 为什么 什么安好了 我把你的心 那种 那种外心 把你杂念的心 贪心 吃心 愚吃心 恨心 全部拿光了 你不就是自己心里 已经安好你的 最原始的本性了吗 就是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就是要把其他的性 拿掉 找到自己 对啊 宇宙的这种本性 对啊 你现在自己把你的外心啊 贪心啊 恨心啊 吃心 全部拿光了 你心中还有什么 你就是你的本性了呀 你还安不安呢 你肯定安心了 听得懂了吗 啥姑娘 嗯 明白了 师父学的 没师父 你怎么解释啊 呵呵 啊 然后就